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现议会第二次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8号上午进行了包括建设、国际、主计、税务以及财经等 五个县府局处单位的工作检讨 现议员黄志为对于台东柜田酒店 承出县府位在市区精华土地70年 多年来却不见开发 建议县府应该督促业者尽速地完成开发 让土地能够获得合理的使用 台东现议会8号上午进行建设、国际、主计、税务及财经等 五个县府局处的单位工作检讨 议员黄志为对于饭店业者向县府承租市区千余品的精华土地70年 但多年来却没有进行开发 感到可惜 我们县府的公有土地 承租给我们柜田饭店的土地 那我们才开第二张 然后呢 目前的状态是作为停车场使用 对于法则 对于时间上 完全没有订定一个非常详细的标准 所以有民间在讲 民间的友人在讲 这栋东大楼听说要盖15年 107年取得使用执照 展延108年 再给你展延两年 110年 然后要在几年内完工 科长请回答 法委员他那张建造展延之后 他的那个竣工期限是到113年的4月3日 所以从现在开始计算 剩下一年 所以一年内这个大楼可以突然碰出来了吗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监督单位 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我来承租县府的土地 其约70年 那我作为一个业者 如果我是这个业者的老板 我也会这样认为 这个土地 你知道一年租金多少吗 一年租金120万 权力金加租金120万 好便宜啊 我一个月十万块 我可以租到一千多坪的土地 我光拿来做停车厂使用 我一年我可以多赚一两百万 你像不相信 我那个区域是所谓的精华区啊 精华区我只要光做停车位出租 我看我的收入都远远大于这个租金啊 那个财政处长 跟那个建设处长 这个事情我看 两位处长要去盯紧一点 黄志伟认为 县府大片的精华土地 租金低廉却只做停车使用 对台东市的整体发展 完全没有帮助 县府应该善尽督促之责 让土地能够合理的利用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